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在2020年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报道过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讲的就是加州州长纽森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 要来开始研究怎么给黑人赔款这件事 两年过去了 这个事情有了后续 那这个特别工作组的作用呢 是要来干嘛呢 就是要来制定 要从哪些方面来赔偿黑人 他们到底在哪些方面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以及赔偿的金额应该是多少 那如果要是论到要赔偿的原因呢 那他们的理由就是说 这个奴隶制这件事啊 对黑人的祖先产生了极其大的伤害 那这个伤害呢 导致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还存在不平等和歧视的原因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赔款给这些奴隶的后代 那这样的行为呢 就会让我们的社会拥有公平和正义 这套理论呢 就是左派的社会正义的理论 那这个赔偿特别工作组呢 从2020年到现在工作了两年之后 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呢 在我看来是相当相当的惊人啊 他们说 应该给每个人赔付223200美元 一共是5690亿这样一个金额 那这个钱呢 就是弥补黑人在住房方面遭到的歧视 那这个特别工作组呢 就一直坚持的认为啊 说住房歧视总的赔偿金额就应该是5690亿美元 所以加州就要拿出5690亿美元来作为给黑人群体的赔偿金 那其实这个金额呢 就已经超出了加州一整年的支出 我们来看2021年的时候好了 2021年的时候 整个加州 全年的支出是512.8 billion 就是5128亿 比他们要求的住房歧视的金额还少了562亿 而且呢 这个事也变得越来越奇怪 后来这个赔偿小组啊 他们慢慢慢慢 这个赔偿的对象也开始改变了 报告里面呢 也特别指出来说 这个特别工作组现在要赔偿的对象 也不是他们一开始说的什么奴隶的后代了 现在变成了说 19世纪末以前生活在美国的 哪怕是自由的黑人也要一起赔偿 因为就算当时他们不是奴隶 是自由人 但是也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压力 那么根据2019年人口调查的统计显示呢 现在生活在加州的黑人 有228万 要是不是奴隶都可以领的话 那就约等于没有限制嘛 基本上你只要是住在加州的黑人 你就会拿到这一笔赔偿的金额 那这一笔5690亿的赔偿金 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这可是美元呢 不过这还没完呢 特别工作小组还说 说这个只是赔偿的其中一部分 这些钱呢只是赔偿给他们住房歧视的这一个领域的钱 现在他们还在审查其他四个领域 还没审查完呢 那其他四个领域有大规模的监禁 不公正的财产没收 以及黑人企业贬值和医疗保健的影响 那其他的四项要赔多少钱 现在还没算出来 如果呢 要是都按照住房的这个价格 作为一项平均数来算的话 那么每个人最后可以拿到一百一十一万六千美元 那加州总共赔偿的金额就会达到两兆八千四百五十亿美元 这些数字看得我血压都高了 大家看到之后就会觉得说太难理解了吧 这个事根本就没有办法从任何讲道理的角度去讲 因为根本不讲任何道理 他不合情他也不合理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呢 他们说奴隶这个事根本就站不住脚 为什么 因为当时加州加入美国的时候 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蓄奴的制度 而且当时很多奴隶都是从蓄奴州跑到自由州来的 那加州呢就是自由州的其中一个 而且呢也就是在1851年 加州归并到美国的第二年 曾经还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有一个黑奴啊 前黑奴跑了跑到加州之后 他前主人就抓过来了 在旧金山就把他给抓了起来 那么这一个前奴隶呢 Frank他就不服 一气之下 他就把他的前奴隶主告上了法庭 结果当时的加州的法庭就宣判 奴隶主败诉 Frank重获自由 所以当时加州是非常支持人回到自由身的 而且更何况 现在要赔款的这个老百姓 就是我们呢 我们这一群纳税人 我们跟当年的这个奴隶主 到底有啥关系 为啥这个钱就非得是我们要掏出来赔给他们呢 那如果要是非得这么说 对吧 有的朋友就说了 排华法案 这事就没人提了 就这么就算了 那你如果要说赔款的话 华人是不是也应该拿到一些钱 所以呢 这个赔偿条款是非常愚蠢的 而且是非常无知的 而且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会思考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么愚蠢的无知的这个条款 应该是人人一想都会明白的 但是民主党为什么要这么做 加州州长纽森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很明显也是最直接的一点 第一点就是他们要买黑人的选票 大家都喜欢免费的东西 尤其是免费送上一百多万 这一百多万还只是估计的 有可能实际情况 等他剩下那四项估不完了 有可能价格会更高 那这个呢 对他们来讲 根本就是天上掉下来一个 好大张的馅饼啊 基本上绝大多数人 光因为这些钱 他就愿意一生一世 子子孙孙都投票给民主党 那第二点呢 就是民主党可以用这些钱 养成一批忠实的拥护者 这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花钱嘛 买红卫兵 而且花的呢 还不是自己的钱 纽森出钱了吗 民主党出钱了吗 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钱 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 花别人的钱 培养自己的人 你说这买卖划算不划算 而且这个黑人群体呢 他们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啊 就是这些人呢 他们可利用度非常高 这些人基本上能够保证随叫随到 而且还能够时时刻刻的保持抗奋和冲动的状态 你让他去抗议 他就去抗议 你让他去打杂想 他就去打杂想 这群人是彻底被受害者心态灌输洗脑的一群人 自然就会被挑选成最好用的民主党的党卫军 那第三点呢 就是其实是对于纽森来讲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为纽森竞选总统来铺平道路 纽森的野心呢 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当加州州长了 在中西选举的那个时候呢 他就用堕胎的这件事 大打堕胎牌 把自己的竞选广告都打到外州去了 他不光在外州买大广告牌 而宣传 还买有线电视和网络电视的广告到处宣传 那么尽管他现在呢 还没有官方公布吧 也没有亲口承认 但是他这个行为 非常明显就是为了进行全国性的选举而铺路 不然你竞选加州州长 你跑到人家佛州打什么广告 对不对 那么加州州长纽森的下一个职位 就是他要顶准的美国总统 如果他要是把加州的黑人群体 都给买从的乐乐喝说 全国范围内的黑人就都知道了 哎 这人对我们好啊 他给加州的人都发了那么多钱 如果这个人他要是当总统 他是不是得给全国的黑人 都有这样的赔款的条例呢 每个人瞬间都可以变成百万富翁 那这样的话 自然而然的 他就会得到全国范围内黑人的支持 给纽森招聚了一批忠实的拥护者 可想而知 发了这些钱导致的结果有多么的悲惨 那最悲惨的一个黑人的社区会越来越软弱 彻底的变成扶不起的阿斗 我们都不用光看黑人群体了 人都是这样的 在疫情的时候 救济金就是如此 到了后期的时候 企业都开着门 天天这个新闻里面说 我们的岗位空缺又达到了高峰 我们美国又新增加了多少多少个岗位 但是呢 就是找不到人来工作 不上班都有钱花 谁去上班啊 尤其是这一次 他们给黑人群体一口气发这么多钱 对不对 啥也没干 一下都获得了可能一辈子都赚不到的财富 这个钱来的这么容易 花的时候还会珍惜吗 他们会自然的认为说 这一切就是应该的 尤其是这个赔款的这个手段 就已经告诉我们 他们欠我们的 社会就欠我们的 这些人全部都欠我们的 我们本来就是不应该需要付出任何劳动 就应该获得一切 因为黑人在美国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那不劳而获呢 靠种族 他们就可以吃一辈子的软饭 这样的思想啊 到最后就会完全打垮黑人的群体 还有一点就是 真实的问题会被掩埋 得不到解决就会越来越严重 给钱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 我们看到打砸抢的这些人 很多都是年轻的黑人小孩 像2017年的时候 我们家的这个厨房的大玻璃 就被砸碎了 那直接就开门进来了 三个黑人小伙进来抢东西 看起来都是20岁 或者是178岁左右的这个样子 那当时呢 我人还在家 跟他们就撞了一个面对面 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震惊的 这些年轻人 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而且很多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教育问题 还有家庭因素导致的 那在美国呢 现在有64%的黑人家庭 是没有父亲的 甚至这些人 都是没有跟孩子妈妈结婚的 婚前性行为 女生怀孕了之后 男的就跑路了 导致孩子在家庭中长大 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 作为支撑 没有一个父亲的形象 作为榜样 而黑人社群在意教育问题 更是少之又少 爱念就念 不念拉倒 没有一个正确的教育 还有价值观引领他们 也没有一个健康的家庭 还有心理生活 所以政府这样的行为 给他们一堆免费的好处 还有免费的金钱 而没有去在意 他们的家庭的问题 还有教育的问题 这就是在故意的给他们一根 压死骆驼最后的稻草 那接下来会发生的情况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意识形态 这个东西不会衰减 反而会闹得更大 现在呢 被分类出来的 这个得到赔款的 是黑人的群体 除了这个黑人群体之外 我们被政府分裂的更多的 还有什么所谓的性少数的群体 就是LGBTQ的那些 那这样的行为呢 是在鼓励意识形态的炒作 还有分化 这些东西不会消停 会继续的愈演愈烈 另外一个造成的结果 就会造成族裔之间分裂加剧 很多人现在就已经说了 都是少数族裔 凭什么就你拿钱呢 华人就说 我祖宗网上倒几辈的时候 还经历了排华法案呢 政府怎么不给我们赔偿赔偿啊 拉丁裔的就会说 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也遭到不少歧视啊 怎么就不说给我们赔偿赔偿啊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结果 就是加州的经济会崩盘 一下掏出这么多钱来 一口气如果要赔偿这么多的款来 不知道加州的经济 会糟糕成什么样子 那如今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们也想说 如何挽回 如何制止 那首先我们要明白的一点就是 上帝在创造的时候 只有一个种族 那就是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类 那些企图用种族还有肤色 来分裂我们之间关系的 是魔鬼的行为 但是往往在金钱的面前 人们难抵诱惑 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马门呢就是财力的意思 那这节经文呢 是基督徒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 但是常常常常常的时候 我们的确会把钱财看得比神更加重要 或许一块钱我们不会认为比神重要 那么一万呢 十万呢 一百万呢 一千万呢 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在这种时候 仇敌利用这一笔庞大数额的金钱 目的是为了要打倒黑人群体 让他们永远都不能再起来的时候 当仇敌利用这一笔金钱 来加强他们对社会的仇恨 分裂各个族裔的时候 这一笔金钱 是否能够比神的道和圣经的价值观 以及神的教导更加的重要呢 神告诉我们说 不劳而获是不好的 他会赐给我们足够的金钱 让我们过好的生活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双手 以及神赐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自己来创造好的生活 但是在这个二十二万三千美元面前 有多少黑人的基督徒 会信靠神的应许 还是他们会伸手接过这些钱 然后把选票送给民主党 送给纽森 让他们的权力更加的扩大 让他们继续做违背上帝的事情 让他们继续去伤害我们的教会 伤害我们的孩子 伤害我们的信仰 伤害我们的社区 伤害我们的国家 伤害我们的道德价值观 然后还自我安慰 沾沾自己说 哎呀 这些钱呢 都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 上帝真好 能够改变这一切的 只有教会 我们要为黑人社区祷告 尤其是黑人社区的教会 还有领袖 一定要起来 要告诉他们 清楚地讲解明白 这个事情严重的危害性 让他们知道 没有天上掉的馅饼 没有只想单纯给你钱 这么简单的好事 他们要起来自己脱去这样的身份 要反对这种行为 而且要靠着神刚强起来 要重新地把信心建立在耶稣的身上 他们要让他们明白 圣经的价值观 要让他们明白 他们生命的价值 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儿女 宝贵的价值 而且是大有能力的价值 而不是左派可以花钱收买的 受害者身份 也不是呼之急来挥之急去的 参与暴动的小喽啰 也不是用钱 可以买到他们选票的卖国贼 从过去成功的经验 我们就知道 美国繁荣强大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位神 美国人信靠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并且按照神的话语 活出圣经价值观 而且教会 起到光 起到盐的作用 尊主为大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成为全世界历史上 最强大的国家 几十万 一百万 甚至几百万 甚至更多的钱 都不应该买得我们的选票 国家的未来 以及生儿女的身份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陷在迷惑 落在网络 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 就被引诱离了真道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但你这属神的人 要逃避这事 追求公义 敬钱 信心 爱心 忍耐 温柔 我们要迫切地 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让他们明白 而且遵守圣经的真理 并且可以勇敢地站起来 摆脱掉世界 还有左派 为他们贴上的受害者的标签 这件事也是给我们一个 非常好的警醒 在这里也留一个思考问题 给大家一起来思考 如果之后 纽森和民主党 要用排华法案的理由 给华人赔款 我们有多少人 会甘心情愿地 把选票送给他们呢 还有另外一条新闻 和我们的社区安全非常有关 就是加州的政府 提前释放了 七千多名性犯罪者 那这些性犯罪者呢 不是普通的性犯罪者 他们是针对14岁以下 儿童施暴的恋童癖 这些人呢 当初被抓到了之后 也都是有审判呢 也都是有判决呀 那判决了之后 也都是有量刑的 就是按照法律 来给他们定罪嘛 但是加州政府 这一次释放的这些人里面 并没有严格地 服完他们的刑期 这七千多个恋童癖 都是在被定罪的同一年 就被释放出来了 也就是说 这些对儿童进行侵犯 情结如此严重的犯人 在监狱里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出来了 而且这些犯人 在被提前释放了之后 居然还住在离学校 特别近的地方 根据加州梅根法律数据库的 数据显示呢 有一名啊48岁的 在洛杉矶的这个一个罪犯 2015年的时候 他就被定罪 有持续的性虐待儿童罪 结果洛杉矶法院怎么判的呢 给这个人只判了两天的监禁 还有五年的缓刑 两天监禁很好理解 就是被关了两天 五年缓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五年他不用坐牢 只要在这五年期间 遵守一些规定 还有条件就可以 所以这个人呢 实打实的 他只坐了两天的牢 那么现在这个人 在哪里呢 根据数据库显示 他现在住的地方 离托尔索只有一个街区 离小学 只有三个街区 很可怕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要是想知道 你家的附近 有多少的性犯罪者的话 在这里给你一个网站 你可以去查一下 这个网站我会放在下面的 那个信息栏 还有留言区的地方 我呢就上这个网站 查了一下我家附近 太吓人了 我都不知道 有这么多有前科的性犯罪者 还有被放出来之后 又犯罪的这些人 离我住的这么近 我们家方圆两英里以内 我一点开地图 密密麻麻的 居然有109个 而且其中有很多 都是儿童的性犯罪者 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 如果你好奇的话 可以去查一查 去那个网站的链接 我放在下面的评论区 看看你们家附近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 反正我看完了之后 晚上天黑以后 我再也不敢在我们家附近溜弯了 那孩子呢 被性犯罪者有机可乘的 相当一部分原因 是透过网路 很多恋童癖 他们就是通过网路 来找到他们要施暴的目标的 Burns says a lot of predators find their young victims online Now a days at least 50% of girls are trafficked online and having been trafficked myself and having lost girls that were out there that passed away I'm in this world constantly 那很多的孩子 现在基本上都有手机 电话公司很多时候会做活动 就说 我们这个计划 我们就送手机 那父母呢 就会把多出来的这个手机 就送给小孩了 但是现在网路 真的非常的复杂 资讯太多了 孩子都太天真 太单纯 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那么多的坏人 而且他们更是对坏人 分辨的能力比较弱 家长在这个时候 必须必须要尽到自己的义务 而且要完全对自己的小孩负起责任 那在这里呢 给大家推荐几个APP 这几个APP呢 是被评为2022年度 最好用的 家长监控小孩 网络活动的软件 那么这些软件呢 你可以在苹果手机上面下载 也可以在安卓的手机上面下载 电脑上面 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甚至其中有一些的软件 还可以看到 小孩发出去的讯息的每一个字 那这样呢 家长就可以预防小孩 不要被网上的坏人骗去见面 那当然呢 这个家长啊 也要给小孩留一下私人空间 这个度 朋友们自己去调整吧 但是目的是为了要保证 小孩的安全 而且不被坏人有机可乘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感谢你帮忙转发我们的视频影片 我是弗丽莎我们下次再见